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這個車插得很亮 都可以看到我們在拍攝的一個反射的反射面了 這是一台雷霆 那雷霆謝謝今天這位同學的 來安裝這個雷霆的宙斯光電 宙斯光電的狂派方向燈主 那宙斯光電是全台灣第一家發明狂派方向燈主的廠商 它所製作的品質當然是非常非常的優異 我們就算把攝影機往前往前往前移動 來看一下內部各方面的一個構造 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緻的 尤其在裡面的一些細部的一個燈主的一個設計 任何一個模具任何一個轉折零角 都是非常漂亮 宙斯我們常說他們做的是一個燈主 做的是一個商品 那很多有些其他品牌呢 做的看起來像是玩具一樣 那這個發生在宙斯的上面 是絕對看不到的一個情況的 絕對是一個精品中的精品 那我們透過光線的曲折 我們來看一下外表的一個 經過這個光線曲折之後 所展示出來的一個樣子 各位發現這個模具在 或是這個燈殼的外表 在這個經過這個燈光反射之後 非常非常的跟鏡子一般可以 把它這個整個平面非常光滑的一個反射反射出來 都不會像像一般比較粗糙的這個燈主 然後鏡面呢透過陽光 或是透過燈的一個彎彎曲曲 會發現它會一直扭來扭去 在宙斯來說是不會發生的 做的非常非常的細緻 好的 那因為呢 麥可倡庫記者請 我們的天花板非常非常亮 幾乎快要比汽車美容還亮 我們看一下 太亮了 我們上面總共將近有 快二十支左右的燈光 單單一 大概兩瓶左右 就有二十支燈光左右 所以現在非常亮的 我們先把條件地區的條件 先說明清楚 好 我們現在把 方向燈 把它開啟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各位發現說 這個雷廷的燈明 還是非常非常亮的 那亮到呢 可能眼睛的部分 都比較難以去看得到 那像眼睛的部分呢 有紅色 跟藍色可以選擇 然後 外部的燈殼的部分呢 有透明跟熏黑 可以所選擇 但是有時以後 會因這個 銷售缺貨的問題 那最好呢 顏色跟眼睛的部分呢 都歡迎各位